今天要聊的就是武当派唯一继承人 这个人其实大家都想不到是张松熙 因为在历史上张松熙是武当派内加权的创始人 也是继承并把武当派发扬光大的人 只不过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在书中却并不明显 导致有很多人不了解张松熙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武当派唯一继承人 张松熙是张三丰的四弟子 也是武当七侠中最足智多谋的一个 他身材矮小满脸金汉之色 贫素是沉默寡言 但是潜心料事言必有众 遇上难题了 他往往能呼出奇迹转为为安 张松熙心思机巧能识大体又很讲义气 为师们声乐和师兄弟的感情甘冒其险 接连对江南三大标局诗人让人颇为幸福 当时江湖上都传言武当武侠张翠山灭了龙门标局满门 而张翠山本人呢又在王盘山之战中神秘消失了 张松熙和张翠山年龄相当感情十分的要好 便是费尽心机的为武师弟擦屁股 尽心竭力的消除龙门标局的灭门大仇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后继中提到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 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谊 比如说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 而实际上对于张翠山失踪这十年来呀 真正为张翠山做的最多的正是张松熙 龙门标局和虎炬标局 燕云标局 晋阳标局齐名 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标局 其中虎炬标局是江南众标局之首 纪鲁一带的中标局的头脑是燕云标局 西北各省则推的是晋阳标局为尊 龙门标局之事日后发作起来 张松熙就料到这三家标局定要出头 张松熙心知 这三家标局罢首不管龙门标局之事 只能是施以大恩了 于是他明察暗访等待机会 花了无数十日终于完成了这三庄恩惠 后续的盗取蒙书 杀官杀盼住辖士退还标银 博扬肆意赶神恩 义戎改装 永接断魂无共标 庄庄渐渐都是为了张翠山 十年之后张翠山重返中原 三大标局果然前来讨说法了 张松熙便将蒙书包袱和断魂无共标 分别给了三位总标头 果然令他们是感激涕零 自治身受武当派大恩 无颜面再为龙门标局之事出头了 而他本人更是温润如玉 六大派围攻光明鼎时 白眉阴王殷天正率领天鹰教众 火速吃远鸣教 来到鸣教总坛光明鼎上 用言语挤住六大派首领空智 不得仗着人多混战 空智依着武林规矩 便约定逐一对战 殷天正连败华山 少林三名高手之后 张松熙代表武当派率先出战 两人功力惜底 招式无法分出高低 只能比拼内力 两人齐声大鹤四掌发力 各自退出了六七步 可以说并未输招 可是张松熙却因为比殷天正 多退了一步 躬身一翼 神定气闲的就退了下去 这种宗师气度 是一般人望神莫及的 正应了金庸先生那句名言 秦身不受 强疾则辱 谦谦公子 温润如玉 张松熙阻止多谋 在书中多次表现 其中呢 又以在武当山紫霞宫上的表现 尤为出色 当时正值张三丰百年寿淡 各门各派都以祝寿为名上山 实则呢 是为了逼问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 眼见着上山的人生越来越多 武当六侠心中非常不安 因张松熙啊 贫宿里最为阻止多谋 遇上难题了 他往往呢呼出奇迹 转为为安 所以张松熙呢 就成为众人的最大指望 当然 张松熙啊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张松熙县的第一侧 是秦贼秦王 由于对方人数太多了 群殴起来没胜算呢 张松熙呢 就要求各位师兄弟 使用胡爪绝护手 先发制人 一招之内 便擒住对方首脑人物 教众人有所顾忌 不敢强来 为了避免招式阴损 影响声誉啊 决定只找和尚 道士作为对手 要不然呢 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头 武当六侠呢 征要一计行事 少林三大神僧 却突然赶到 打乱了原来的部署 三大神僧 上来便指责张翠山 是残杀龙门镖举满门 又想逼问出 谢勋的下落 张松熙呢 见招拆招 来了一招 以牙还牙 张松熙指责 少林弟子 用大力金刚指 生残三师兄 于代言一事 并且拿了被凶手 捏出指痕的金元宝出来 少林派指证张翠山 不过凭着口中言语 而张松熙 却取了政务出来 比之突突空言 显然更加有力啊 三大神僧啊 见舆论于己不利 便停止了争执 想以武力决胜负 提出的条件 是三大神僧 联手对抗张三丰 于连州啊 担心师父有所闪失 提出了 以弟子替师父出战的想法 却在人数上呢 是一直与少林派啊 谈不拢 张松熙再来了个将棘就计 他迅速分析敌武的实力对比 提出了一个 可以令对方接受 自己一方呢 又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 那就是六阵分胜败 武当六弟子 分别迎战少林六位高僧 六阵中赢得四阵者为赢 张松熙提出这个六人对战之法 可以说呀 已立于不败之地了 料之大师兄二师兄的武功 大致和三大神僧相弱 至于其他的少林僧 却势必连输三阵 虽然后面大战因故没打成 可是张松熙的因势力导致能 却得以充分展现 让武当派始终握有主动权和制胜权 不赘武当派的威风 足以见张松熙 却有运筹帷幄之大才 而除了这些之外 他的武功也并不弱 他的武功其实真不弱 不过因为脑子够用 所以经常会出硬招 有点像无用 比如百岁寿宴催甘城剧行中 张松熙建议用 鱼连州的胡爪绝护手 对战武大派 出于狭义之道 张松熙表示 专挑用不上那玩意的道士 和尚 或者七八十岁的老头出手 哎呀真是够 棒 张松熙悉道 这胡爪绝护手 勤拿对方妖眼之后 或许会令他永远不能生育 小弟却有个计较 咱们只找和尚 倒是做对手 要不然便是七八十岁的老头 还有斩杀太原之府和叛徒 由于殷素所是半成张翠山的样子 去灭了龙门标局满门 因此张翠山便背了这个黑锅 龙门标局和虎炬标局 燕云标局 静阳标局交好 张松熙就料到了呀 这将来这三大标局定是要出头的 于是便计划施以大恩 让他们不要管这事 静阳标局的总标头 云鹤暗中联系了山西陕西的豪杰 要起义反抗蒙古 不料内部却出现了叛徒 向官府告命 张松熙当时呢 正在寄宁路 有事要找那太原之府的会去 半夜里听到之府 正在和那叛徒 在计划如何将众人一网打尽 张松熙是立即跳进屋里面 将那之府和叛徒杀了 取了加盟的名单和筹划书 救博阳司役中的老大 博阳司役的老大呀 被官府捉拿 他的三个小弟为了救大哥 结了燕云标局所保的珠宝 张松熙呢 向施恩与燕云标局总标头 攻九家 于是将博阳司役的老大救了出来 并让他们将珠宝还给燕云标局 接断魂五拱标 虎炬标局总标头 齐天标与梁州大豪 吴一芒结仇 双方约在洛阳决斗 张松熙决定要相助齐天标 一戎改装成一个乞丐 之后吴一芒和齐天标动起手来 斗不竖河 吴一芒便下杀手 放了一枚断魂五拱标 齐天标眼见抵挡不住 只有闭目待死 张松熙抢上前去 伸手将标戒了 吴一芒是又惊又怒 连放八枚断魂五拱标 却给张松熙举重若轻的 一一接过 吴一芒自知不敌 见怒而去 回到梁州后 渡门不出 一直没在江湖上现身 惩戒三江帮的舵主 张翠山夫妇返回武当的途中 三江帮和武凤刀想要阻拦 但三江帮一名舵主 因垂涎武凤刀 孟正红的妻子 巫氏的美色 暗中对其下迷药 幸好张松熙一直监视 武凤刀的动静 出手相救 将那三江帮的舵主 惩戒了一番主走 对阵烈火巨木两棋 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剧情中 武当派出动了32个人 张松熙也是其中之一 由宋雁桥带队 跟名叫的烈火巨木二棋 交战了三次 杀了其中几人 对战阴天正 张松熙的再次出手 就要到光明顶大战了 在阴天正连败三人之后 张松熙出手 跟阴天正较量 原文说 两人对战时 尽力远及数仗 双方比拼了一会招数后 较量内力 张松熙所连的武当内功 已持久著名 又身在壮年 本来想以常力取胜 谁知道 阴天正是一位 武林中不史书的奇才 虽然年迈 精力却丝毫不输少年 最后双方比拼完毕 张松熙多退一步 输了半招 下场换人 对战王府武士 明教设计 从万安寺 救出六大派的人之后 张无忌 以乾坤大挪移心法 一个一个把人接了下来 王府武士 自然也出手阻拦 但是随着宋远桥 张松熙 陌生谷三大高手 下来之后 局势就已经扭转 追杀赵敏 张无忌和赵敏 发现了陌生谷死后 被藏尸的山洞 但此时武当四侠 也追踪陌生谷 留下的讯息赶到了 找到了山洞 赵敏为了让张无忌 不被怀疑 突然袭击四侠 被四侠一同追击 最后被榆州 一掌打下山崖 四侠围攻张无忌 被点血 赵敏被打下山崖后 四人发现了陌生谷的尸体 他们认为 以赵敏的身份 身边必然还有属下 于是四侠守住带兔 最后看见了张无忌 不过距离甚远 没有看清 张无忌怕被误会 蒙住了面 不得已跟四侠动手 赵敏提醒张无忌 用圣火令武功 张无忌便以此和四侠交手 由于张无忌 对武当武功极其熟悉 招招攻击弱点 再加上圣火令武功 古怪至极 四侠二十多招都被点血 由此看来 张松基的武功 并不算是那种绝顶高手 但是在三十多岁的年纪 便有了一流高手的实力 这要放在其他的门派 那都是掌门的人选的 而在武当 却只能当个弟弟 不得不再次感叹 武当的强大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